当地时间7月14日,意大利总理德拉吉递交辞呈,但总统马塔雷拉拒绝接受,并要求通过议会投票,确认政府是否仍拥有多数支持。 这是继约罕逊辞职,安北遇次身亡之后,七国集团中又一次顶层的崩塌。 大家都知道,七国集团很自以为是,动辄一副主宰世界的样子,指手画脚干涉他国内政。 结果这些政客们自己都坐不安稳,原因在哪里呢? 意大利总理德拉吉为何辞职呢? 辞职的原因,事关当天的参议院信任投票,当政同盟里的重要执政党五星健身运动议员。 为参加一想对政府的信任投票,这意味着支持本届政府成立的执政联盟已不复存在。 政府执政赖以维系的信任契约基础也被破坏。 因此德拉吉在内阁会议上发表声明说,当晚他将向总统马塔雷拉地交辞呈。 也就是说,原因和英国辞职首相约翰逊非常相似,就是队友不信任了。 但这位显然比约翰逊有骨气,是主动辞职。 约翰逊的辞职比意大利总理猛烈多了,基本上就是被队友直接踢出去。 我认为不信任的根本原因,还是约翰逊自己摇摆不定,在选民和美国政客之间摇摆不定。 当英国物价飞涨,最终导致最终脱轨下台。 我们看一下与日本公民更激烈碰撞的安倍,尽管是前首相。 其影响力不亚于现任首相安倍遇刺身亡,一个邪教组织落出了水面。 一个41岁的前自卫队军官,因为家庭一团糟。 二恩贝家子几代人,又和这个宗教有密不可分的联系,安倍本人有多次为这个宗教站台。 最终成了这个前军官虐火的喷射口。 山上彻也现年41岁,2002年起在日本海上自卫队服役,2005年期满。 当时刚刚24岁,山上彻也供述自己对某宗教团体心怀恨意,而安倍跟这个宗教团体有关系。 所以决定杀害安倍,山上彻也妈妈是哪个宗教团体的成员,她给那里捐了大笔的钱,还做了很多其他奉献。 这使得家庭生活一团糟,归根结底,安倍死于日本公民的名不了生,根治于日本社会内部矛盾,与家族政治与宗教帮派的勾结密不可分。 现在大家关心的是,下一个会是谁?七国集团中还剩下美国、德国、法国和加拿大没出事。 先挑不重要的说,特鲁多出访时遭民众怒骂,以为妇女在楼上冲加拿大总理大喊。 你什么都不是,你不过是投诸,加拿大副总理弗里兰,十一日召开记者会时,被一名男子当场质问,是不是战争贩子? 德国总理舒尔茨和前总理,简直差了十万八千里,外媒爆出,舒尔茨被卷入一起派对性丑闻。 德国执政党社会民主党第七月六日举办的派对中,九名女性被吓掉,当时舒尔茨本人也在派对上。 这个比约翰逊更严重,约翰逊是庇护自己的猪队友的贤猪兽,对两名男议员动手。 舒尔茨涉及对九名女性被吓要,情节更严重。 这都什么?从动手到吓要,从逼宫到刺杀,乱七八糟的。 马克龙毕竟刚刚连任总统,先留着吧。 最后就是拜登的命运了,之前正在中东访问了。 我曾经指出,拜登欧洲行,组织群欧俄罗斯。 拜登亚洲行,明确武力保护台湾。 拜登中东行,称不排除对伊朗使用武力。 这充分说明,战争惯泛离不开武力威胁伎俩。 调子越来越衰弱,从送武器到武力保护,再到不排除武力,拜登已经在而衰,三而截了。 这里我们别的不说,就猜一下拜登的命运,大家留言,看拜登选七国集团领导人中的那一条路。 一句话总结,人民是江山,江山是人民,不为人民谋福祉的国家领导人,没有好下场。 从六月份保加利亚佩特科夫政府下台开始,北约国家政府领导人连续翻车。 北约老大美国也不消停。 美国德克萨斯州共和党直接宣布,不承认拜登是美国总统。 最新民调显示,美国人不满拜登的领导能力,对他的工作满意度只有33%。 拜登连任支持率跌至新低,仅18%受访者支持连任。 大国领袖赶到这份上,拜登可以说是独一无二了。 北约一共32个成员国,已经由五个国家领导人辞职或者有可能辞职,难道还不算狼狈? 多年以来,受美国和欧洲强势宣传洗脑的影响。 世界上绝大部分人潜意识里都认为美国是发达国家,实力强大,代表着先进文明和领先的生产力。 美国联手捍卫西方世界的霸权,给世界的感觉就是不可战胜,不容挑战。 因此我在前几天就指出,北约未战先崩,很多人对这个观点并不认同。 事实如何呢? 本次北约北阔,吸收了瑞典和芬兰之后,成员国多达32个国家。 但是我们需要看到,国家竞争和阵营对抗不是比国家数量,而是比综合实力。 细算起来,北约里面真正的大国强国趋之可数,美国和加拿大,从国土面积来看算是大国。 如果爱人口评估,只有美国算是人口大国,法国、德国、英国算是强国。 但面积和人口都只能与中国一个省相比。 除了上述几个国家,其他国家的综合实力,都只能算是中等强国,葡萄牙连中等强国也算不上。 波兰、匈牙利、保加利亚等中东欧国家,可以说是既弱且穷的代表。 爱沙尼亚、毕陶宛这种小国,在北约内部基本上就是打酱油的角色。 习欧捆到一起,面对曾经的苏联,和如今露出獠牙的俄罗斯,也没有抵抗之力。 一直胆战心惊,所以抱团趋暖。 明知美欧将俄罗斯拖入代理人战争的阴谋,俄罗斯还依然决然踏入乌克兰陷阱。 关键是对自身的实力有信心和底气。 俄乌战争爆发后,俄罗斯遭到美欧六轮制裁,但至今毫不动摇。 那些与俄罗斯未敌的国家政客,已经像多米诺骨派一样逐一倒下。 事实证明,北约靠着中俄实现抱团的策略并不成功。 2019年底以来,疫情肆虐全球,世界人民期待和平发展,共度时间,而北约倒行逆施。 不断扩张,在世界各地制造战争和冲突,注定不得人心。 苏联解体后,北约习惯了抱团欺负小国落国,非常享受这种强权霸凌的快感。 但如今北约直接把中国和俄罗斯当成未来的目标,不仅激怒了中俄两国人民。 即便是北约国家的民众,又有多少人愿意,并且敢于与中国和俄罗斯为敌的。 实际上,美国、欧盟、北约各国都面临极大的内部压力。 压力来自于新冠疫情造成的经济停滞,以及美元超发跌价俄乌战争带来的高通胀。 美欧不集中精力解决内部问题,还最新于对外挑衅扩张,当然会导致内部矛盾激化。 意大利总理德拉基就是典型北约扩张战略的牺牲品。 与前任富豪总理贝鲁斯科尼相比,德拉基就是职业政客,他现年74岁,曾先后担任意大利财政部长、央行行长,2011年至2019年担任欧洲央行行长。 俄乌战争爆发后,意大利政府全然不顾俄罗斯在疫情中的援助。 更不顾石油和天然气高度依赖俄罗斯的现实,非常高调地参与一系列对于制裁。 但事实已经证明,五个月的战争打下来,俄罗斯比去年同期多赚了三倍的外汇。 而北约多个国家经济为敏,通货膨胀导致国内民生艰难。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,2022年意大利经济有可能出现负增长。 最新数据显示,意大利总人口6000万人,有560万人处于绝对贫困状态。 由于禁益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,导致意大利能源价格飙升。 前总理孔特表示,非常担心许多家庭9月的时候,可能陷入负电费还是买食物的两难选择。 目前意大利通膨高达8%,在七国集团中仅次于英国和美国。 约翰逊已经下台,德拉吉也待不下去,拜登不禁老年痴呆,还即将在中期选举之后变成缺腿总统。 进入21世纪以来,北约多个国家出现债务危机,新冠疫情使各国经济雪上加霜。 制裁俄罗斯导致能源紧缺,价格飙升,总体而言欧盟遭受的打击远大于美国。 和俄罗斯,俄乌战争简直是压垮北约的最后一根稻草。 然而这怪谁呢? 本来小孩人,结果先坑了自己。